话说大导演张哲当年离开了邵氏之后十几年了 一直都还是住在邵氏的宿舍里面 就是到台湾自立了长工电影公司的时候 在清水湾的邵氏影城了一段时间 张哲的住所还是一直空置在那里 没有安排到第二个人来住 就是在张哲第二次离开邵氏后直到今天 邵氏夫还要在影城里面空出一处住房 让这一位昔日旅见其功的张哲来这里小气一下 所以有些名演员后来发达了 有了自己豪华的府邸住宅了 有了自己温馨的家庭了 但是邵氏影城的宿舍楼仍然保留着他们的房间 随时为他们提供方便 好像有名的女演员王祖然就是一例了 他虽然后来自制了豪宅 但是在清水湾影城里面 仍然保留着昔日的宿舍位 那件彼此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正是有了这样的过人之招 所以邵氏的事业才能够一步一步走上巅峰 以至飞黄陈达如日中间的 邵氏影城进攻的那一年 邵氏已经是五十七岁了 这个时候他虽然是连近花甲的人物 但是他旺盛的精力和对事业的投入 是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办法相比的 清水湾影城的进攻 为他的事业的腾飞 所以奠定了鸿厚坚实的基础 他自己就更加全力以赴地去打拼了 邵氏夫的座友名是这样的 我喜欢不停地工作 工作就是我的嗜好 我永远都不会退休 成功之道要靠努力苦干 并且要对自己的工作有兴趣 运气只是其次的 我深深体会到 他电影是很大的刺激 他能够带给我无穷的乐趣 而这一点 正是推动我努力工作的动力 邵氏夫是这样想 这样说的 亦都是这样做的 1966年11月14日出版的 《美国生活》雜誌 就曾经介绍过邵氏夫的作息时间表 《生活》雜誌说 邵氏夫每日早晨六点钟起床 早餐吃很少东西 通常都有一点面泪 又或者喝一些茶 然后就去打太极拳 接着就沐浴衣衣衣衣 读一两本剧本 接着就坐 《卢斯来斯》 直区邵氏影城了 在九龙清水湾的山道转一转 大概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影城 那个时候 大约就是早上八点钟左右 接着就巡视博士景场 到大约九点十五分左右 然后他整个上午的时间就用来看影片 包括对手所拍的电影 和昨天刚刚拍很多的影片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他就继续读剧本 一直读到中午 担任制片公理的周文牌说 他的老板邵逸夫 时常向偏尺提意见 亦时常向导演和演员作出提示 如何将一场戏拍得更好 和更加生动 《生活杂志》还说 邵逸夫通常回到住宅 雪中午饭 午饭时间很短 然后就一定要五岁半个钟头左右 五岁之后 再回到办公室 一直工作到黄昏 除了星期日之外 他的工作表 都是周而复始 坐镇办公室 遇到星期历假的时候 他就会去看人家拍的电影 下午才去上海操堂休息 来到潮汐一周以来的紧张 松下一下自己的神经 这张作息时间表 是邵逸夫五十九岁的时候 日常生活的紧张 是一位外国记者 观察了之后的总结 基本上来说 都是客观的 邵逸夫的日常生活 的确确是这样的 不过大多数的日子里面 他的工作 就比这一份时间表 更加紧张 而他的工作内容 也是非常单调和枯燥 因为他整天 都跟电影打架到 很少有其他内容 这么单调的工作内容 但是几十年如一日和 那实在是令普通人 接受不了的 但是邵逸夫呢 就乐此不提了 因为邵逸夫 不单只是将电影 作为一种赚钱的工具 而是真真正正地 将电影作为一种事业 来追求 他每日真正的工作情况 应该是这样的 朝早六点钟 准时起床 每日工作的时间 在十六个钟头以上 而且效率是相当之高的 每一日 他除了处理日常的事务之外 主要的工作内容 就是看电影 有人曾经说 邵逸夫是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 这样的说话 他是一点都没有夸张的 由六十年代起 邵逸夫每日 至少都要看两至三部电影 而最高纪录呢 就是一日连续看九部电影 那如果以每一部电影 放电影的时间平均为一百分钟来计算 那九部电影 就是九百分钟 九百分钟 就是足足十五个钟头 这种工作时间 和工作强度 真是一般人都没办法受货的 平时的人看电影 是一种享受 一种消遣来的 又或者可以说 是一种休息来的 但是对他来说 就是一种紧张的学习和工作的过程 邵逸夫就曾经对记者说 自己天生喜欢看电影 国语片 西片 日本片 西班牙片 印度片 意大利片 德国片 法国片 墨西哥片 总之是电影他都对 那其中 还包括了他们邵逝公司自己出品的那些好看的 或者不好看的 成功的 或者失败的影片 甚至是赤品的流亿 他都要毫无选择地 独一看过 他要通过观看这些影片 去了解影业界的行情 去研究人家是怎样做事的 从而触摸观众的口味 甚至去发现新的选题 新的构想和新的风格 所以 虽然他自己就说 我天生喜欢看电影 那 其实 就是一种执着和投入的表演 没有这种执着和投入 就不会有他灵随清智的事业 所以 那就不是喜欢或者不喜欢的问题 那么简单了 在清水湾的邵逝影城里面 有一间视片室 这里 就是邵逸夫的办公室 在视片室最后的一排右上角 有一张很舒适很柔软的梳化 梳化的旁边有一个木架 左角上面有一张桌子和一盏灯 这里就是邵逸夫另外一间特殊的办公室 他每天就要在这里坐几个钟头 或者十几个钟头 几乎是天天如此 从不间断 他就是坐在这张梳化上面 看完一部又一部的影片 至于他一生里面曾经看过多少部影片 那么他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了 一间九岁 真爱五百金张剧场 五百日的听觉精彩 赵逸夫在影城的山顶上 有一座富丽和国的别墅 别墅下面是一个仿制的圆和圆 不过赵逸夫就很少住在那里 他大多数的日子 都是住在影城附近的一座公寓里面 只有远道而来的朋友来了 他才在那里设宴款待这些风雨故人 但是每次开席之前 总有一个保留的节目 就是由他自己亲自陪同的人 去到视频室那里看影片 这个就是他欢迎客人的一种最好的 亦是特殊的礼仪 但是这样的日子都并不多 大多数的日子 是他一个人在一个特殊的办公室里面 坐在那张沙发上面 单独地沉浸其中 如果有人找他 或者电话来了 他才起床 去到视频室左边的角落 去到接电话 那里装了一部电话 而他身边是没有装分机的 直到七十年代末 这里才装了一台分机 这个时候 他就可以坐在那里接电话 不过接电话的时候 他眼睛还是离不开银幕的 这里有一张桌子 就是为那些导演和长记提供的 在放映自己公司制作的第一次 做了后期的片段的时候 他就会将那些导演和长记 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 叫来 就在这张桌子那里 记录着影片里面 某个成功的或者不成功的细致 以及他本人的意见 他有很多成功的灵感 都是在这张桌子那里诞生的 影片室里面 放映的技工就分为两班 轮流工作 由早到晚 随时都开机 放映室的面积 就比一般的影片更要大 因为要随时准备几部不同的电影 邵逸夫想看哪一部 就要去放哪一部 有时在早餐之后 邵逸夫也会走出影城 去到外面的电影片 看回一两场早场的电影 有时就是看下午四点之后的戏 因为每日下午四点钟 他总是要喝奶茶 吃两个三明治 这就是他在南洋生活多年养成的英式生活习惯 这个时候 视频室里面 往往放映邵逝的新作品 其间 就是导演视频的时间 每当这个时候 他就不会去外面的影院 而是跟导演和演员在一起 看回自己的作品 这个时候 视频室里面 就有很多人迫到满了 但是邵逸夫一进来 大家就会立刻缩住 全体缩住 丫着无声 于是 邵逸夫总是 客客气气地 招呼大家坐下 他自己 就去右上角那张梳法里坐 假如这个时候 不知道哪个不知正的人 坐在他前面 挡住他的视线 他会很不高兴 他知道 这个人 一定是刚刚来没多久的新人 不懂得这里的规矩 不过呢 他就从来都不发火的 或者 不会说当场叫人 将那个人请开 而是时候再过去问一下 这样 挡他视线的人 下次就不会再挡他视线了 当时香港的影坛 正是黄梅调的天下 几乎是无片不黄梅的 九成必须 是一种规律 那下面 应该拍什么电影才对呢 自从电贸的掌门人陆运图离难之后 又加上邵氏影城的落城 邵氏几乎是独白了香港的影坛 没有人敢跟他抗衡的了 正是邵逸夫大展身手的好年头才对的 那邵氏就搅拾了这个千万难逢的梁姬 大量推出一部又一部的影片 去到占领香港的市场 1965年 邵氏出品影片一共15部 1966年和1967年又高达31部 1968年还保持着这种势头 1969年竟然高达367部 邵氏出品最多的 是从1973年开始 每年都有四五十部影片运续 一直持续到1984年 邵逸夫开始转向电视发展为止 其中最多的就是1974年 这一年 邵氏生产的影片竟然达到五十部这么多 作为一家独立制片人的私家影厂 一年当中能够制作出这么多的影片 恐怕在世界上 亦是空前折后的 从1926年的天一开始 邵氏所生产的影片 据不完全统计 是一千部以上 这个数字实在达到惊人的程度了 六十年代 邵氏复化香港影坛就很梦成真了 开始进入真正的黄金时代了 当时香港每年上影的影片里面 最卖座的一半以上都是邵氏出品 在1966年第十三届亚洲影展上 香港参展的三部影片 《蓝宇黑》、《红灵磊》和《大醉合》 都是照次出品的 《蓝宇黑》由林黛、丁虹、关山主演 《红灵磊》由李丽华、《凌波》、关山主演 《罗真》执导 《大醉合》由胡甘泉来执导 结果 林黛的遗作《蓝宇黑》 就获得最佳影片奖 1977年 在东京举行的第十四届亚洲影展流传出佳音乐 邵氏出品的《山山一片》 名获最佳影片等十二项金和奖 以及日本文部省的特别奖 同时,《蓝宇黑》和《何逸君》在来两片 亦在台北获得当局主办的 《幽良国语》片的《幽等》剧情片《金马奖》 《蓝宇黑》的女主角之一《丁旋》 获得最佳女配角《金马奖》 《何逸君》在来 获得非歌舞片类的最佳音乐《金马奖》 真是至到貧传见过西黄 但是,面对一时的繁华 到了一九六七年前后 邵日夫就开始意识到 无论是过雨片或是黄梅调影片 都开始走下波路了 尤其是黄梅调片 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 应该是考虑新的出路的时候了 但是,邵氏新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 正好在这个时候 《长城电影公司》推出了一部 《云海浴公园》的武核片 这部片一上市 又是一阵光洞 这个时候邵日夫就敏感地意识到 邵氏的出路可能就在武核片了 迟下的香港 又应该是武核片和公园片出生的时候了 香港的第一部武核片是大破同网阵 当时是一九三九年 又来自上海的洪叔云导演的 但是,到了五十年代 香港的武核片 就一直都敏不过公园片了 香港的第一部公园片 也是在产生第一部武核片的同时 由来自上海的洪忠浩 在一九三八年拍摄的《方世玉打雷台》 是这样,武核片究竟能够成为邵氏新的出路呢? 我们明天再讲 好